OK吗 好像还是换个衣服比较好 OK 已经换好了 好像有点太低了 再高一点点 最近比较忙 然后好久都没有录视频了 刚好今天休息在家 之前一直有一些拍摄 把东西都把时间都放在上面去了 所以脱更了 OK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可能说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 可能就自己最近的一些总结 也没有说特别关于摄影的 就是随便说一下 因为上次说了一些衣服 说了这件衣服 老衣服现在还在穿 然后的话今天接下来一条裤子 OK 我们走 其实为什么一直要说一些什么衣服 裤子 不是我故意去拍这些东西 而是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真的令我非常有感触了 好 就是这一条裤子了 这一条裤子 它已经很肮脏了 为什么我要想去拍这条裤子呢 是因为这条裤子我准备要扔掉了 为什么它会这么脏 其实它是一条非常好的裤子了 而且据说还是一个中国的牌子吧 它是用了一些国外的一些设计的 一些材料去做的 就感觉是它的材料是比较好的 然后不宽心 也比较是工装库了 有很多袋子什么的 而且还收脚的 这个位置还挺不错的 有很多袋子 它设计还是蛮好的 其实是因为我那天工作的时候 把它弄爆胎了 看到这个位置没有 整体来说这条裤子还是很不错的 不要看到这么张工装裤 就是应该 它应该有的样子就是这样了 这才显现出它的价值嘛 今天这个vlog呢 也没有说想要特别拍的什么 或者这裤子的什么故事啊 而只是我在这个裤子上面想到了一些东西啊 虽然是人和人之间 虽然都是穿的同一样裤子 或者什么吃同样的饭吧 但是每个人的工作啊 都是很辛苦的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不用怎么工作啊 他就能得到一些自己很想要的 就当我是废话吧 其实我是想说 这条裤子赔了我好久好久的时间 其实我扔掉它也是有点 不是很舍得的 但是毕竟它坏了嘛 这边也没有办法去修这样的一个裤子 我还是决定把它扔掉 但这条裤子陪着我的时间 会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头 我也希望以后 就是自己可以在工作上面会有更加好的发展 也谢谢这个裤子 一直以来给我的保护 生活都不容易啊 生活都真的不容易 这个裤子扔之前呢 用袋子把它装起来 放进去 才能扔掉 在澳洲这边不像国内 这样可以随便扔 趁扔这裤子之前 还是拍一个视频纪念它吧 其实我也想不到 其实我也想不到 有一天 我也想不到有一天 我去工地上面去工作 这条裤子就是陪了我 好长一段时间 它终于坏掉了 我也没打算去修它 就把它扔掉 因为我觉得人生中啊 总是有一些过客 在你人生中路过 实现它的价值就足够了 感谢它陪伴着我 拜拜 终于用掉了 这个视频应该也会结束吧 好像讲了很多废话 只是我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牢骚了 希望下次有更好的东西给大家分享 我也不希望这么无聊了 再见